谁 我听到邦雪邦在地上滑动的声音了 你不是开玩笑吧 难道傅运哲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想瓮中捉鳖 不会吧 真想这么做 干嘛还一开始交出电子卡呢 谁来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怎么办 坦白吧 啊 我反对 现在又没地方逃 只能坦白了 也许对方会宽大处理 我反对啊 我也觉得坦白比较好 幸好我们还有Plan B 我问一下 你们的Plan B 不是我想的那样吧 反正我和傅运哲也不是很熟 少年 看你骨骼清奇 这里有一口船式宝锅 就给你背了吧 你们就不怕我说是被你们威胁的吗 你又没断手没断脚的 身上也没有钱 我们怎么威胁你 而且你在舞台上的表现 嗯 也很精彩 不知道你的好朋友回归未来之后 是相信我们呢 还是相信你呢 哈哈哈哈 不愧是林默大魔王啊 先前真是被你迷惑了 你们商量好了吗 我感觉傅运哲已经在门后了 小鲨鱼 诶 你们 会长 我举报 我先举 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们在说什么 等一下 你们怎么在这里 难道 刚刚是你们 简直就是一场年终大戏啊 于沐阳 嗯 怎么了 我的挚友 他们说的 都是真的 呃 其实 说实话 我还是相信你 喂喂 不是吧 这位兄弟 呃 八九不离十吧 哈哈 好的 我明白了 对不起 你生气了 有一点 不过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小福 对不起 打扰一下 既然两位不计较了 那我们怎么出去啊 谁说不计较了 待会再算账 不过 这门真不是你们锁的吗 哪有人把自己说起来的事情 是啊 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 我一直担心某人来着 哪有时间和心思做这个 那会是谁 我知道了 谁 有那么一个人 看到我们在一起之后 以为我们在玩 感觉自己被排挤了 所以生气地锁上了门 你不会说是何洛洛吧 除了他还有谁 我觉得何洛洛不是那种无聊的人吧 我打个电话给他 是不是一问就知道了 喂 何洛洛 我已经知道你的把戏了 把我们锁在体育馆内也太差劲了吧 不说话 装傻是没用的 现在立刻马上把我们放出去 毕竟我们这边可是有学生会长的哟 这个家伙勒索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我是学生会会长 你在说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在体育馆 你这个家伙还在狡辩 我不知道 我以为你打电话过来是什么事情 原来就是这种事 被锁了怎样都好 赶紧回音乐社了 都说了我们被锁了 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难道不是你干的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手机只剩下百分之九十九的电了 挂了 还真挂 不是和洛洛干的 洛洛没那么小气 谁关我电话 就是谁干的 我到底为什么会被这群人勒索成功啊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你也一边待着去 好嘞 我在想 要不适合洛洛的话 那么会是谁把我们锁在里面呢 你们最近有得罪什么人吗 我得罪的人 现在和我一起在里面了 那还真是巧 不会是那群小鬼干的吧 那为什么我和小富也被欠了呀 所以哈 都是你的错 哼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地宁家号也在里面 什么 我再打个电话 那么 现在可以把电子钥匙还给我了吗 咱们凭本身勒索的钥匙凭什么要还 咱们不开玩笑 弄丢这个的话 学校肯定会查的 而且 你们要这个钥匙到底去干嘛 就像我所说的 现在教室里除了一些桌椅粉笔 就没别的了 那我来解释吧 宝藏 我从来没听说过 你也是今年刚升上来的 没听说过也正常 我都待两年了也没听说过 现在你知道了吧 我们只是去美心教室看看 保证不破坏公物 钥匙就先见我们呗 可是规定 我考虑一下吧 什么 让我们现在去前门 林家浩 现在就给你哥我开门 不然等我出来 看我不帮你打成一只猴子 还是一只窜天猴 喂 喂 挂了 是到了叛林期吗 现在怎么办 走 去前门 让那些小鬼们看看前辈的气势